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 近日向联合国提交一份英文报告 揭露修理风波期间香港暴乱真相 在联合国6月进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会议前 陈伟强接受记者专访时称 西方社会对香港修理风波看法偏颇 期望报告能平衡国际舆论话语权 发表多元声音 让国际看见黑色恐怖主义真相 基本上在整场的骚乱 由去年6月开始 似乎在西方的话语权 都似乎是一些对黑衣人比较支持的人 似乎是垄断了话语权 那个真相 其实特别是黑衣人产生的暴力 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 就是很少人用英语 其实在西方的媒体表述 我看到联合国原来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 特区政府也交了报告 又有一些支持黑衣人的团体又写了报告 我觉得有些偏颇 我决定 其实我自己都可以写一个报告 在长达6000字的英文报告中 陈伟强先在概念上澄清西方社会的普遍误解 提到黑衣人不是示威者 而是使用汽油弹等杀伤性武器 冲击破坏立法机构的暴乱分子 报告中更举实力 详述占领理工大学事件中 一名英国医生以偏概全 指控警方粗暴对待医护人员 但是事实是 该医生未能在警方限定时间内离开 才被拘捕协助调查 而香港警方则维护了香港的法治及社会稳定 我只是是其是非其非 有时候都要还警方一个清白 然后我认为社会的稳定 维持法治 警察警方都是一个不可或缺角色 在适当的时间 其实我们是需要对警方表达一个支持 对他工作的辛努 其实也都要作出一些敬意 2019年10月 陈伟强曾因评论文章争议 而被学生包围5小时 他也像不少警员一样 个人家人资料被公租于互联网 至今仍收到恐吓电邮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众多香港普通市民的身上 香港的法治被严重的冲击 陈伟强在报告中呼吁香港市民反思 并付诸行动 让香港早日回到正轨 其实我们香港人也都要 有一个警觉性 不可以将西方的民主制度 完全百分之一百 照搬来香港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人家的民主制度 都已经生病的时候 自己他们都知道 很多学者都在说的时候 香港本身由现在开始百叶萧条 因为反修例风波 引致苏联 还有疫情 我觉得处理经济问题 和处理疫情的问题 反而是重中之重 这是我整个报告结构的流程 陈伟强表示 他或许会在六月底或七月初 今生去参加联合国会议 在大会上读出这份报告 他希望报告唤起全世界关注 加重刑罚 打击恐怖主义行为